奈塞称不惧怕与中国竞争 打造商业空间站避免缺口 凤凰网科继续北京时间9月24日消息 据国外媒体报道 美国太空行业官员及其顾问人士警告称 美国国家航天局需要在国际空间站退役之前 确保商业空间站能顺利接续 由此避免空间站缺口 奈塞目前正在评估多家企业提交的大约10到12份提案 奈塞总部国际空间站项目主任罗宾加腾斯 在出席当地时间9月11日召开的众议院 太空小组委员会听证会上表示 由国际空间站向商用空间站的转型 将使NASA能够将大量财政和人力资源 转移到探索目标上 美国没有犯错的余地 我们不能将领导权拱舍让给其他国家